马来西亚霹雳州一阵强风作乱 将八间房屋以及一间印度庙的屋顶摧毁 44人无家可归 灾后第三天 风和日丽 但想起那日下午 居民余记有存 原来是一阵无预警的狂风 摧毁了八间房屋以及一间印度庙 而突然间无家可归的44位民众 来自高渊的慈祭职工 立刻想到了他们的需要 希望大家能够触摧毁 在增长的问题 谢谢 宣读政研法师魏问信 分享英文版慈祭月刊 慈祭职工带来的物资都还没有发放 居民就领取了主统欢喜立愿 我跟一个人一起试试 我们也能够帮助 我们也能够帮助 我们也不愚强 我们也不愚强 他们也能够帮助 我们也不愚强 我们也不愚强 受损的房子已经在进行修复 而收到慈祭的祝福金和物资 民众更感觉备受关怀和尊重 学习放下惶恐的情绪 大爱新闻蔡艺人 庄继致马来西亚报导 我们也不愚强